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 姜濤刚刚在《都姐》的《口水多过浪花》接受访问 里面除了流露出她自己的真性情之外 更加说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说话 在这里想和大家读一读 姜濤就这么说 拿得越来越多,更加要给予别人 除了作品,就是精神 作为一个艺人的价值 不是在这行留下什么 而是在要离开这行之后留下什么 是否很有意思呢? 姜濤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她看完梅艳芳的电影 觉得妹姐以身作则的为人处事精神 教导了不少香港人 希望自己都可以一样 知识分子一定又会说 姜濤实在太过自大 竟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可以与梅艳芳相比 我想又是错重点 一句话的价值不会因为是谁说出来 而变得分量是不同的 姜濤这句话有两个重点 第一 在香港的娱乐界 一个艺人不应该单单得到掌声 金钱或地位 而是亦都要给予别人 不单单单接受 亦都是有责任去付出 而付出是什么呢? 要给究竟是什么呢? 姜濤就提到了 除了留下作品之外 亦都要留下精神 意思即是 自己除了透过作品说话之外 有没有在生活的处事之中 都可以以身作证 在面对变幻的环境之中 仍然可以活出正能量 仍然可以拥抱一些核心价值 可以做出判断以及行动 正如梅姐一生 永远都是是其是非其非 说话没有闪烁其辞 吞吐掩饰 不说出实情 而是一生磊落光明 光明无私 空怀坦荡 致力去帮助其他人 造福社会 亦都令我联想到姜濤说的要给 究竟是给什么呢? 其实这两三年来 她已经付出了很多 第一 她带给观众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譬如姜濤从一号种子 到蒙雀嘴说爱你 到Master Class 到Dear My Friend 再到镜中镜等等 永远都是尝试透过作品去突破自己 第二 带给观众新的偶像形象 姜濤亦都打破过去的偶像方程式 经常用最真诚的态度 用最真诚的自己去面对传媒以及粉丝 不介意你去认识真正的他 第三 推翻明星的宣传策略 过去很多经理人公司 为了给他旗下的艺人争取健步 增加曝光率 无所不用其极 可能是刻意制造匪文 或者叫艺人语出惊人 以致达到争取收视的效果 相反 姜濤就十分低调耐念 默默地工作 永远都是用作品感染观众 第四 令到更多的人重新留意香港乐坛 姜濤的出现 令到很多已经放弃香港乐坛的朋友 重新留意香港的歌手 令到更多香港的优秀音乐人得到关注 第五 振兴了香港很多的行业 由广告制作 品牌销售 娱乐发行 周边产品热卖等等 其实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第六 带给观众爱和希望 世界疫情是弱 环境变幻不定 很多时人都会觉得压抑 失落 姜濤的出现 令到很多人的心灵可以得到寄托 可以重拾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姜濤也以身作词 对有需要的人作出关心以及安慰 就像天鱼事件一样 亦感染到粉丝对世界不幸的人作出关爱 顺带一提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中 写下姜濤对你 又有什么影响 又给了什么 影响了你什么 简单来说 姜濤已经给了很多东西给大家 给了很多东西香港 我们可以给什么给他 我想除了继续给支持他之外 最重要的是 给他一些空间 虽然大家都知道姜濤在IG的限时动态里表达了 请真的给我一点空间 这句说话 不希望大家对他作出思追 如果你真的爱惜姜濤的话 真的要尊重他 好好地保护他 尊重他的私人空间 让他好好地休息 每一次见到他夜深的时候在街道上跑步 都觉得这是他最感到放松的时间 最可以享受me time的一段时间 昨晚他又在动态里登出了两封照 一幅就是在三能跑步的一幅照 另一幅就写上八个字 跑到山里大叫一声 这一声可能是一种宣洩 同时也与大家表达 他可能已经去到情绪的临界点了 事实上他已经给了很多东西给大家 而现在他要求的 确实是不过分 就让我们给他一些空间 给他最基本的尊重 我想一点都不为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 请你按like 留言以及分享出去 未订阅频道的朋友请你考虑一下订阅 记得按旁边的通知铃铛 选全部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发布的影片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